妻子端庄贤惠,和男人同甘共苦 但他却偏偏要把妻子卖给剧院老板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咱们聊一个日本聊天电影 狗盛是一个低阶武士,收入有限 自从娶妻后,家里时常接不开锅 岳父帮他谋了一个不错的菜式 但他却不懂珍惜,侵吞公款被人发现 岳父嫌丢脸,把女儿接回家,准备让两人离婚 狗盛一怒之下,把岳父给杀了 岳父加了一个下等仆人,孬盾和他狼狈为奸 骗过了他的妻子春花和小姨子东梅 以及东梅的未婚夫阿呆 孬盾对漂亮的东梅是垂涎欲滴 一直想除掉阿呆这个绊脚石 狗盛也怕他替岳父报仇,对他十分忌惮 有一天,几人外出起伏 狗盛和孬盾把阿呆骗到瀑布边上 趁其不备,将其捅伤,并推下悬崖 随后两人谎称,遭到强盗袭击 于是商量,奔头逃跑 狗盛带着春花,捞蛋带着东梅 时间一晃,一年过去了 春花和狗盛在江湖城站住 自从生下儿子后,春花的身体越来越差 必须吃药调理 两人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狗盛渐渐开始讨厌春花 但他本人好意勿劳 没有正经的工作,还经常赌博逛妓院 全靠春花做雨伞,补贴家用 因此生活很拮据,至今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狗盛找妓院老板阿光借钱 阿光看上了美貌的春花 想让他来妓院上班 为了钱,狗盛同意了 但说得等上一段时间 转过场,捞蛋提前下班 他缠东梅生子很久了 但是东梅和他有过约定 什么时候替他父亲报了仇 什么时候把自己交给他 东梅挣脱纠缠后,来到大街上 一伙强人正准备,拉老财主的孙女 夏合当鸭带夫人 则是狗盛即时出现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低阶武士 但是剑法十分高明 强人们被他三两下打跑了 财主对此非常感激 想拿钱筹谢他 不料狗盛却故意装清高 说这是一个武士,知哲所在 财主见他不爱财 人品好,长得又俊俏 于是想把孙女夏合嫁给他 贪图荣和富贵的狗盛很想答应 但是他已经有了春花和儿子 财主知道狗盛的难处后 便买通刀弹,让他从中破坏 得了好处的闹蛋 立马找到狗盛 教他怎么休妻,怎样一劳永逸 狗盛找到亲眼老板阿光 让他去和春花睡觉 阿光立刻明白 狗盛是想去现场捉奸 因为城里人都知道 老财主要把孙女嫁给狗盛 但是贤惠的春花不同意离婚 不得不说 闹蛋这个外主意真是坏到家了 可怕的是 他还想到一个更狠毒的连环剂 在春花补气血的药里下毒 春花看着天空燃放的烟花 听着狗盛言不由衷的情话 感动的喝下了那碗最毒的药 随后狗盛说出去给他买烟花 阿光进来帮春花推拿按摩 但是按着按着手就不老实了 春花以死相逼 阿光不敢应来 只好把自己和狗盛交易 说给他听 春花哪里肯信 丈夫刚才还说 明年还要和他一起看烟花 但是随后腹中毒药开始发作 春花的脸就像被泼了流栓 开始腐烂 他拿起现在的硅壳书 用力的梳着头发 头发一片片脱落 看到阿光再也提不起任何邪念 阿光发誓说 绝不是自己下的毒 虽然春花猜到 是自己丈夫做的 但他已经毒气攻心 应待旦夕 想尝试着 杀掉阿光这个 贪财好色的帮凶 可是他不但失败了 还把刀子 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春花带着无限的恨意 抱着孩子死去了 临死前发誓 做了鬼 也要找狗盛 报仇血恨 春花刚死 狗盛就从外面回来了 他故意诬陷 说是阿光独死春花 随后手起刀落 送他领了盒饭 虽然阿光表面 什么也没干 但是他死得真不冤 出去心头大患后 狗盛找来捞蛋 两人把阿光和春花 绑在同一块木板上 一面绑一个尸体 这样即便被发现了 也容易制造两人偷情的舆论 春花和阿光 连死了也不得安生 他们的尸体 被推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夜里 狗盛终于如愿以偿的 取了下河 但这并不是 美好生活的开始 因为春花怨气太重 已经化身厉鬼 找上了门 新魂迟夜的天花板上 春花再给狗盛喝喜 诅咒他 当得了新郎 睡不了新娘 而且活不过三天 狗盛怕不归怕 但还是和下河 喝了交杯酒 就在两人准备 重情的闹秀时 下河突然变成了 面目正经的春花 狗盛吓得 新浪病都快犯了 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除了化妆师和导演 谁也不想再看第二遍 狗盛举起无视刀 对着春花 一顿门槛 轻盈过来才发现 自己把新娘给杀了 有仇不报 阎王不要 所有春花又附身在 下河的女仆身上 但狗盛把这个 千桥搭线的剑壁给杀了 老财主听到女仆惨叫 过来查看 他不知道 此刻在狗盛眼里 自己已经变成了阿光 失去理智的狗盛 很快把他也给刺死了 这下老财主一家 全都走上了黄泉路 狗盛为了摆脱 冤红的纠缠 逃到山上的寺庙里躲避 杀了一个脸上有疤的人 冒充凶手 都没误以为 杀父之仇得报 不得不委身挠蛋 这天 挠蛋去河里捕鱼 意外发现了一把 带头发的苏子 和一件带血的河服 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些对穷来说 都是好东西 挠蛋基因不好 忘了这些 都是春花用过的 狗盛在庙里 待着烦门 出来散心 挠蛋劝他 外面太危险 还是待在庙里安全 狗盛明知被厉鬼说命 但不相信 会被一直跟着 挠蛋走后 天空忽然变得阴沉 并且刮起了狂风 春花的尸体 从河水中涌现出来 嘴巴蠕动着 似乎在滋润狗盛 为什么要杀他 狗盛不敢接话茬 把他用力的推进河里 但是诡异的事情 再次发生 阿光的尸体 又扶着上来 嘴巴一张一盒的 求狗盛救救他 狗盛大怒 砍了他几刀 也把他退回水中 所有狗盛 边跑边砍 奔向山上寺庙 转过场 洞梅发现了姐姐 春花的梳子和衣服 立马猜到 姐姐可能出事了 就在此时 春花突然出现在门口 洞梅高音坏了 赶紧把姐姐请进来 而挠蛋却被吓了个半死 他没想到 冤魂居然会来找他报仇 挠蛋为了活命 把四谷和阿呆 被谋坏的真相说了出来 随后洞梅根据姐姐的指引 来到一个 叫兴术被钱的房屋 里面的男人 居然是大难不死的阿呆 原来他在跌落悬崖后 被好心人救下 三好后 便来到江户寻找东梅 直到刚才 春花给他托梦 才知道发生了一切 挠蛋来到寺庙找狗圣 想要一起跑路 狗圣不同意 说自己没钱 娶了老财族的女儿 却哭穷 挠蛋不信 拿三人士威逼狗圣 不料彻底把狗圣给激怒了 本来狗圣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老婆孩子热炕头 因为他的怂恿 现在一无所有 还被怨灵缠身 两人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狗圣毫不留情的 松刀蛋领了盒饭 随后阿呆和东梅一起赶来 两人要替死去的亲人报仇 本来以两人的武功 加起来也不是狗圣对手 但是在春花和阿光的怨灵帮助下 狗圣在惊恐和劳累中 虚脱而死 看完电影我发现 这是一个日本版 水虎传的故事 狗圣是男版潘金莲 独死妻子春花后 和富家女夏合好上了 但最终却美梦落空 被小姨子和妹夫杀死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关注 再见